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2点50分 涨152点 上礼拜五跌了204点 今天一开盘 开高286点 把上礼拜五的跳空缺口 很快就补掉了 可是今天行情是开高 很快就下来 从开盘到最高 很快就跌到变成跌98点 下半场又有推高一波 收盘涨152点 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在礼拜五收低 外资卖了471亿 同时融资也减了40亿 为什么今天能够开高 因为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行情里面 开盘就直接涨 美国股市礼拜四是下跌的 礼拜五涨上来 因为公债殖利率 涨到1.5% 因为美国的通膨还持续压不下来 所以导致于公债殖利率率先先涨 那公债殖利率率先先涨 那这个对于哪些股票会有影响 对于原物料 对于银行 所以在礼拜五美国股市的行情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礼拜五美国股市在起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知己知彼残恶百战百胜 因为台湾经常在跟美国做同步的互动 所以要了解美国到底它是在涨什么东西 好礼拜五美国苹果涨了1.3% 科技股有涨可是并不强 科技股比较强的是在晶片的部分 比如说美光涨了2.1% 爱斯摩尔涨了2.6% 这是半导体设备的部分 那博通涨了2% 恩智谱涨了2.2% 那银行股最强 银行股平均涨幅3% 你看从花旗银行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高盛涨3.5% 摩根大通涨了3.2% 所以 因为殖利率涨 银行股是受贿的 所以美国银行股是把 道琼指数推高的一个重点 同时汽车股 通用汽车涨了4.8% 辅射汽车涨了2.9% 所以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汽车股 礼拜五表现也不错 那钢铁股跌升反弹也不错 所以礼拜五美国股市在涨 石油股也有涨 石油股大概涨1%到2% 所以美国股市礼拜五的行情里面 重点 银行 钢铁 汽车 石油 电子股的部分 在晶片的部分 这是美国股市礼拜五涨的一个焦点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亚洲股市 今天亚洲股市涨最多就是日本 日本涨了628点 因为日本上礼拜太惨了啦 礼拜五盘中一度跌了700多点 甚至于日本股市已经来考验今年的低档了 我们还在历史高点 日本股市已经来考验今年的低档区了 那指标在低档 所以跌升强力的反弹 因为毕竟日本已经要办奥运了 奥运已经要开赛了 那这次的奥运真的是没有观众的奥运 很可惜啊 这个门票的收入可能会损失蛮多的 那日本股市跌升反弹 是今天排名上最强的焦点 香港股市涨了229点 要不然太阳 香港股市也是最弱的 已经破到今年的低点了 破今年低点守住年限 这个短信上也会有反弹 可是人家是在低档 我们相对是在高档 那韩国股市今天涨了0.8% 跟我们差不多 可是韩国股市也是连跌三天 跌升反弹 是南韩股市的部分 好那台北股市今天涨了152点 涨了152点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资金的配置部分 电子股占了43% 资金有回流电子股的一个现象 可以43%对电子股来说 也是没高低的 所以电子股大型的 很明显动不了 都在跑中小型股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运输股34% 34%其实也蛮多的 可是上个礼拜已经到达40% 今天稍微有降温 我们来看一下航运股的部分 今天航运股普遍都呈现开高走低 虽然市场资金仍然很充沛 可是今天航运股 都开高走低 你从益航开高走低 长龙从涨5% 最多跌了6% 收盘跌了2% 那星星也是一样 从开高5%到收盘跌5% 一来一回10%跌 那域名也是从开高到走低 今天航运股都呈现开高走低的现象 所以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 美国政府即将干预运费的部分 可见得在整个航运股身上 已经开始发酵了 那阳明从早盘涨8% 收盘回到平盘 所以今天去买航运股 早盘去买的 几乎都占不到便宜 那中航也是从涨5% 收盘跌了1.6% 航运股里面就像这支 这支你要注意 这支不好买空 东森业绩很烂 东森业绩很烂 你看去年赚0.9元 今年第一季赚0.1元 那第二季的业绩跟第一季差不多 第二季的业绩 13.4亿 跟第一季的12.4亿 差不了多少 所以估计第二季的业绩 恐怕也只有两毛钱而已 那第一季一毛钱 第二季两毛钱 股价竟然涨到六十几块钱 这里面已经有出现 车空的现象了 目前空单有6827张 那你要了解 这是市场派在车 还是公司派在车 从一些小动作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支股票 现在是公司派在车空地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东升4月16号 已经除息配0.8元 算大方啦 去年赚0.9 然后配0.8 很大方 已经配股除息完了 它在礼拜五的时候 竟然又发布一个 要减资5% 减资5%那种东西 你说一减减个20% 30% 40% 还有道理对不对 减资5% 现金减资5% 然后股东每股退回0.5元 那种数字真的是有点难看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有减资 就会有强制回补的动作出来 那目前空单有6827张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手法上 可以看到 公司派在车空 而且故意小小的减5%的资 然后一股退五毛钱 一股退五毛钱 公司派不用拿出多少钱嘛 对不对 可是就会有强迫回补的时间表 税利扛进购补的税利 你有空支股票要小心 所以这支股票是目前 航股里面唯独一档 在大涨的 因为公司派在车空 那除了东升以外 其他的操作就要谨慎一点 要小心一点 因为毕竟美国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不成的 这一点要小心 那钢铁股今天涨了6.9% 美国股市的钢铁股 一个半月来下跌 昨天礼拜五 做出了强力的反弹 可是台湾的钢铁股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给你买的都是低价的 比如说叶兴 叶辉 千兴 官田钢 这种低价的 反而高价的中钢 今天是开高走低 东钢 获利比较好的东钢 今天也是呈现开高走低 对于起5% 太阳回到比拔 一桶也是 一桶60块钱的一桶 也从开高4%回到平盘 丰心也是 从开高到走低 所以今天钢铁股 大多数也是呈现 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 大盘一开盘 涨280几点 你去追高的 几乎短线都要被套住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去队关 不要去队关 等低阶比较安全 对不对 你一定要能够 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每次看到一涨 然后就去追 你如果是底部的 那追还情有可原 对不对 那如果高的去追 很容易就套在高点 我相信你长期这样操作下来 你自己应该会感觉到 你自己应该会感受到 每次看到强势一追高 很容易都套在上面 所以要慢慢的克制自己的情绪 养成良好的习惯 低买不追高 好 今天银行股的部分 富邦金 国泰金 两家公司找盘表现也不错 富邦金今天再创新高 79.4元 但今天有点开高 走低 很多当冲抢进去 下半掌杀出来 那这个你要买早就该买了 是不是 我们42块就一直说啊 而且都抱住 富邦金半年报每股获利 8.29元 半年报就8.29 半年报8.29 后面还有六个月时间 会不会持续处分海外投资 我个人认为还会继续处置 为什么说还会继续处置 因为目前美国公债殖利率 一直压不下来 那公债殖利率压不下来的时候 公债价格会跌 那公债价格会跌 如果公债一直抱着的话 那利润会变少 所以我估计 富邦跟国泰应该还会持续 处分美国的公债 那同时 美国股市目前也在历史高点区 所以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让 受险集团持续处分 他海外的一个获利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富邦跟国泰 还是会继续处分海外的资产 那就算他不处分好了 你看后面还有六个月时间 你每个月五毛钱就好 每个月如果五毛钱 六个月也有三块钱啊 对不对 那半年报就已经 8.29 所以今年至少 11块12块跑不掉了 今年起码 10块12块跑不掉 10块12块的EPS 有价格70几块而已 太便宜了 加上7月26号除息 配3块钱 跟1块的股票 你知道配1块钱 如果填息的话 就10% 那3块钱 殖利率也要3% 也要3% 所以他7月26号除泉洗完之后 如果除泉洗完之后又填泉 那无形之间又13%出来了 所以这个很有想象空间啊 富邦金如果有的就会再補 不然你要占 你的指标在高档 你不要在队贯 虽然不贵 可是震荡难免等压回再买 那反而我会比较认为 国泰金 比价空间会比较大 你看今天国泰金收盘涨3.5% 富邦金涨2.5% 国泰金 上半年每股获利6.6元 你知道6.6跟8.2 差1块6 差1块6可是股价差了20块钱 那以国泰金来说 上半年就已经6.6 上半年6.6 好吗 那你就算不处分海外资产好了 后面每个月你就算他4毛钱 那最起码又 2块半嘛对不对 2块半再加6.6 今年起码八九块走不去 八九块高跌到50几块而已 太少了啦 他跟富邦金一样 同时都在7月26号要除息 只是配的比较少 因为去年富邦金赚8块多 国泰金只赚了5块4而已 所以赚5块是配2块半 差不多啦 以他历年的配股率来说差不多 可是相较之下配的比较少 可是以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 两家公司目前只差1块6 股价差了20块钱 所以国泰金补涨空间 甚至于最大空间会比较快 所以 要不要对管啦 因为你看今天收这根棒子也是收得很鸟 这根棒子也收得不漂亮 所以你要接的话等下来 大概在国泰4块付近 你要去跟他去 那两家公司都是在7月26号要除息的个股 另外一档 润泰权 润泰权也即将要除息了 润泰权这一次除息配的还蛮多的哦 润泰权这次在8月3号要除息 配现金2块钱跟股票3块钱 那你算殖利率一定是有填泉息 算殖利率才有意义吧 对不对 如果他除完不填 那那殖利率都是空的啦 都没有用 所以你要算股票的殖利率 除泉息的殖利率 那无非就是除完全在填泉 如果润泰权除完全在填泉 光是股票3块钱 就30% 就30%了 所以8月3号要除息 以润泰权今年没股获利也是很优秀 上半年第一季就已经12.8元了 那第二季应该也不错啦 因为以国泰金跟富邦金 持续在处分海外资产的话 那么南山人寿应该会持续处分 所以润泰权 现在已经要折到改折了 我们在六十几块七十几块就开始说了 你现在起到一百块又要堆 有较慢了啦 指标在高档 所以你不要去堆盘 有下来 90块钱附近如果有来的话 那时候接就会来得比较安全 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占大盘的成交比重43% 43%有稍微比上礼拜增加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外资的买卖超部分 现在应该差不多出来了 外资今天买了154亿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外资 卖了400多亿 470亿 那今天买了154亿 有补回来一些 可是跟上礼拜五比较起来 有差很多 上礼拜五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是 再攻击的机会有 可是重点你要看什么 看台积电联发科 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 6月的营收 1484亿 这是一个 大爆充的业绩 这是大爆充的业绩 年成长22% 月成长32% 结果今天台积电虽然涨 虽然涨了9块钱 没水了 为什么有什么说没水 开盘五百九十五块 收盘五百九十三块 一开盘之后 很平 很平了 一开盘就没有激情了 可见得外资间在台积电身上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动作 所以可见得台积电 这份大的利多 并没有办法吸引法人 青睐而投入 所以台积电间只能算稳 利多并没有真正的发酵 那联发科今天也是一样 联发科今天开盘九百四 收盘九百五 对开盘到收盘下五百 联发科 六月营收也很强 477亿 一样创历史新高 比上个月成长15% 比去年成长88% 你看它已经连续两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了 结果年成长两个 利多都变成空包蛋 这就是今天这个盘 强中带弱的一个因素 你看航运股开高走低 钢铁股开高走低 对不对 电子股关键的 资金有流向电子股 可是电子股关键的几支股票 台积电 联发科 大利多都供不出去 收盘价都低于开盘价 包含谁 3034联永 联永 六月营收也创历史新高 你现在连续性 好几个月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包含二月份也在创历史新高 几乎是一路倒吃甘蔗 营收一直白去的 六月营收比去年成长97% 再创历史新高 九千开盘价 502元 收盘价500元 又是一样情况 利多压抑住 没有办法发酵 利多不会不发酵 只是当下马上发酵 还是递延到后面延后发酵 我是希望它延后发酵 因为延后发酵 代表我们还能够减 更便宜的价格 那从这几档个股 今天的不够强 代表今天大盘 强中是带弱的 最厉害税利 那另外档个股也是一样 南亚科 你看南亚科今天是开高 一路走低 收盘跌了2.2元 美光在礼拜五是涨2%的 美光是涨2%的 照理讲南亚科今天应该是要动 我今天原本就一直在注意南亚科 如果南亚科今天有动的机会的话 原则上我今天是会进场的 可是我看南亚科一开盘之后 马上使气沉沉 今天成交量47,000张 比礼拜五2万张 增加一倍的成交量 结果反而是杀盘的 从开盘涨1.1到收盘 反而跌2.2 南亚科第二季 EPS2块钱 2块钱比第一季的0.8 成长了一倍多 比去年的1块钱也成长一倍 所以第二季财报是一份 强而有力的数据 尤其半年报2.88 比去年的1.9 1.68 也是成长很多 结果利多反而无法发酵 还出现一根带量的黑棒 所以说今天大盘涨152点 强中透落 就是这个因素 电子股资金有回来 可是并没有回到这些 关键带动大盘的主角 这些关键的全市股 至今都流向一些低价的 小型的投机的股票身上 你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就很清楚 今天大盘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OTC的部分 今天是再创新高 所以可见得见 至今有从航运钢铁 转了一些钱进来 跑到电子股去 可是跑过去的 却不是在关键的股票身上 而是在投机 亏损的个股身上 这个就不是好现象 是一般像这种现象 群魔乱舞 反而你要小心谨慎才行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所以今天行情 反而你要很小心谨慎 要税理才可以 强盘的不要再堆了 你知道最近在涨的股票 很多都是什么 高档喷出的 你会发现到 最后起的股票 都是高档喷出的 比如说南电 在高档喷出的 南电还不是很清楚 对 新兴也是高档 已经有点攻不出去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很多档 都是高档喷出的 你如果是底部起来的 像台积电这种 对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中底部起来的 像连发各种 底部起来的 或者连勇 中底部起来的 跟高档喷出的 是不一样的 听到不 你底部起来的 它后面需要有 长期的爆发力 所以大盘就能够走一个 比较有时间性的多头行情 那如果是高档喷出的 那很容易形成 最后的喷出 最后喷出在整个多头时间上 就会缩短很多 这样听得懂吗 水仙底部的业绩股 底部的利多股票起不来 都是高档在做喷出的 很容易变成最后的喷出行情 所以在操作上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单纯看今天一天的行情 很容易就会追到高 比如说像 对 镜像电 是不是高档在喷出 所以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很多都是高档喷出的行情 金融国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刚刚已经谈过了 那瑞泰全刚刚也谈过 就不再谈了 像茂林也是高档喷出的 指标都很高了 而且北比都很高了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都是高档喷出的 反而底部的股票是起不来的 所以这个对于行情的影响力 会蛮大的 那今天威刚 有点涨不出去了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所以我说涨高的股票 不要再堆就是这个意思 上一半我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开始要进入 半年报的行情 指数当然归指数 指数这个地方我觉得 危机还没有解除 指数的部分我跟大家讲过 目前指数的时间周期 已经走到12天13天的循环 所以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 所以指数的部分 你还是要小心谨慎应对 那个股的部分 已经开始进入到 半年报的效应 半年报的效应 如果烂的 业绩烂的 当然就没话讲 利空数据报就掉下来 那有些行情正在冲 你要去了解 到底是基本面好还是不好 如果基本面好冲出去 也会变成利多出镜 就像台光电一样 涨高了再发布营收利多 就攻会出去了 那如果是冲出去业绩不好 那变成是他在财报利空前 先提前偷跑 因为他现在没起来 再来财报发布就没机会起来嘛 所以最近很多那种业绩烂的 很多业绩烂的 在开始做最后的喷出 这种现象很多 你不要去乱追 那从大力光身上可以看到 半年报的行情已经开始发酵 大力光第二季22块钱 半年报61块钱 都写下相当难看的数字 所以礼拜五跌了5% 今天还是继续跌 所以从大力光身上已经告诉你 半年报的效应已经在开始发酵了 所以你在选股上 你在介入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寻类似这样的标的 安全型的底部的起涨股 那你先从友达群创财经 友达群创财经 半年报也不错啊 你看群创跟友达 群创友达六月营收也不错 比去年成长30% 友达也是比去年成长57% 就这些利多 尤其股价在低档 一样发酵不了 一样发酵不了 所以刚刚就跟大家讲过 如果是底部的基优股发酵 那大盘就会有一个比较 长时间的多头攻击 可是如果底部的不发酵 反而高档的股票在喷出 那这个往往都是 最后喷出的现象 所以今天行情上面我发现到 都是这样的情况 好公司大利多动不了 高档的业绩烂着在喷出 这种现象不是很好的情况 你看红杰克也是 红杰克就很明显了 已经涨高了在喷出 你说业绩有很强吗 其实也没有 今年美股获利 应该也是只有3块多而已 4块钱不到 那你4块钱不到 已经涨到199了 已经涨到188了 本元比已经40几倍 快50倍了 已经40几倍要50倍去了 所以这种股票你都没有去堆了 都是尾声的现象 尾声的讯号 对 金像光也是啊 业绩虽然很好 可是已经涨很高在喷出了 所以这种股票你如果真的要做 不是不能做 尽量短线 短线应对就好 底算就好了 南地生风筹我就不再重复 要一股的一股 还有更多的行情 但跌不深啊 大家税 因为半年报都很强 南地半年报应该有11块钱 差不多啦 生风应该有22块钱 可是 27天的整理已经跑不掉了 所以会反复打底 塑胶股半年报还不错 像台塑南亚 台塑半年报就有5块钱 南亚半年报也有5块钱 可是股价你看 我说赚大钱的 股价相对已经整理一段时间的 本一比低的 台塑今年应该8块9块跑不掉 甚至于10块钱 本一比10倍而已啊 或许没上当啊 都是属于小型的低价在跑 这种现象你要小心谨慎才行 台塑化今年业绩也不错 台塑化 6月营收18.6亿 比去年成长46% 那今年我估计 半年报应该有3块钱以上 半年报3块钱以上 比去年的半年报1.38 成长了一倍 所以这个股价跌也跌不深 目前在打底 随时又有转强接棒的机会 所以中国表你来的Q 第一个安全 第一个随时有攻的机会 对 MOSFIT今天很强 可是MOSFIT强 你看是不是在高档做喷出 所以说今天很多小型的电子股 都是一些高档喷出去的股票 都是高档喷出去的股票 那这种股票你要接单也可以 可是尽量用短线去面对 不要想说买了 我要报一个大波段 那就没了啦 高档喷出去的股票 一两天两三天就好 一两天就好了 精彩也是啊 对 也是高档喷出去的 对 涨了一大段了 再喷出 精彩的业绩 六月份是掉下来的哦 虽然说比五月份 好 可是跟一月份比较起来 一月份是8.3亿 六月份已经退到5.9亿 五月份也退到4.7亿 那反而在很明显淡季的时候 股价在追高 这个半年报的业绩绝对比第一季差 因为第一季的业绩有21亿嘛 第二季只有17亿而已 第一季有21亿 第二季只有17亿 所以第二季业绩一定比第一季差嘛 就反而在比较差的季度里面 股价在财报前在拉 所以这个就是在财报前 赶快把它拉高跑掉 所以这样股票你要做尽量短线 算是不要碰也没关系 找既优股 财报利多的 股价在底部的 心上今天虽然开高走低 因为钱没有流进来 可是这种股票跌也不多 有都要注意 今天成交量425张 比礼拜五的662张还要少 可是它光是6月份 税前7.2 税前7.2 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是0.86啦 大概86% 所以算起来光是6月份 至少又是6块半的业绩 那6块半 心向今年 光是在第二季 应该有18块钱 第一季16.7 第二季至少18块钱 半年报就已经34块钱了 今年48块已经创新高了 今年半年报又34块钱 下半年的业绩不会比较差 所以今年美股获利 60块钱绰绰有余 甚至于挑战70块钱都有可能 那如果70块钱的话 股价800 没贵啦 没贵啦 这个下来准备要低阶了 这个下来准备要低阶了 虽然把它分清楚 股间大盘强中带落 业绩好的 低档的反而发酵不了 变成反而是高档的 在做喷出 这也是高档在喷出 都是高档在喷出 低档起不来 所以这种现象其实 都在提醒你 在操作上 如果你要追踪 高档喷出的股票 尽量低算就好 好 华硕 6月营收比我预估的更强 我估至少450亿以上 只有479亿 还比较强 479亿比去年成长21% 第二季的营收 1280亿 1280亿比第一季的 1160亿 还要来的增加 还要来的增加 第一季就13块钱了 所以半年报 每股获利应该有 28块钱的实力 半年报有28块钱 去年35块钱 已经创新高了 那今年半年报 如果28块钱 那今年50块绰绰有余 因为它第三季 跟第四季的业绩 从来不会比低 上半年来的少 所以今年如果上半年 已经有 上半年如果说 已经有28块钱的话 那今年每股获利 搞不好挑战50块钱 挑战60块钱都有可能 55到60跑不掉 那55到60股价也够低了 所以今天涨了8块钱 其实不够强 因为成交量还是比 礼拜五 4300张还要来的少 可是这种股票很稳 我对240块就开始说了 这种股票 怕它没来 有来的都是Q 你不用怕它 你不用担心它 这次要配26块钱 在8月2号 你知道配26块钱 殖利率也有7% 现在这种高价股 配那么多 殖利率还能够保持到 6% 7%的 很难找了 很难找了 所以华硕这档个股 也是列为 优先锁定注意的焦点 你不要看今天涨152点 你看今天上市涨的加速 419加 跌跟平的加速 有480加 有484加 所以跌跟平的加速 比涨加速更多 所以这种行情 你在操作上 你要很谨慎才可以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是不是能够持续再攻击 我个人觉得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要谨慎 要谨慎 汽车股的部分 这是 锂电池的部分 锂电池也是大型的不涨 反而中小型的 跟电池零件的股票 低价在做喷出 你看 赚大钱的不会涨 底部的不会涨 赚大钱底部的不会涨 然后业绩差的 高涨在喷出 是我刚刚所讲的情况 都是高涨的股票在喷出 底部的股票不会涨 所以底部的股票不会涨 高涨在喷出 尤其喷出都是小型的 中大型的不会动 这种现象 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所以操作上谨慎 小心 我一直提醒你这句话 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 那国具间也是涨了两块钱 也不多 国具我上礼拜 已经比较过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上海派已经比较过给大家看了 春田制作者跟太阳诱垫 一个起11% 一个起56% 一个起56% 所以可见 国具已经涨过高了 国具已经涨过高了 涨过高你就不要再去追高 基本面好 大家都知道 等压回再买才安全 不要乘一时之快 今天被动影线也是走小型的高档喷出 小型高档喷出的 小型高档喷出的 对不对 加龄 在办现金增资 业绩很烂啊 这业绩很烂 可是公司趁着行情好的时候 业绩很烂啊 公司趁着行情好的时候 赶快拉高要办现金增资 用高价来从市场收钱 增资价格 现增认购价61块钱 那你一定要拉高 让小股东有愿意去 缴款的意愿嘛 那等到钱收完之后 搞不好他就不理你了 所以要小心 要做尽量低资 我是尽量 中股票是尽量不要看 因为看了到时候 你跳进去就危险了 汉磊也是啊 汉磊也是要办现金增资 认购价63.9 所以最近在拉高 让小股东去认购 你了钱了钱的公司 你看亏损亏成账的公司 亏损亏成账的公司 然后把股价 之前股价都在 之前股价都在30块钱以下 那利用台北股市行情好的时候 一边的线我90块钱 然后再办高价的现金增资 从市场赶快把钱收回来 充实公司的资金部位 这种现象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 公司派的手法 可是以我的看法 这很恶劣 因为你公司业绩好坏 你的股价价值有多少 这是固定的嘛 对不对 你业绩很好 当然股价就有那个好的条件啊 那你业绩很烂 股价本来就是很烂啊 股价应该就是在低价位啊 那你利用市场好的时候 突然把价格拉很高 然后再去办高价的现金增资 跟股东收贵的金额 那如果股东懂 那就算了 拿到有赚赶快跑就算了 那如果股东不清楚 去缴那么贵的 然后还在死报火报 报到最后又从九一几 又回到三一几 那股东不是冤大头嘛 对不对 所以公司派这种手法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也不能说 他没有违法 只是他利用行情好的时候 赶快拉很高 从市场上多收一点钱 那是一种技巧性的东西 那你要自己懂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才不会每次 公司办现金增资去认 就认了之后舍不得卖 然后后面就赔了一屁股 对 这样都不好了 所以现阶段行情记得 开始进入半年报的行情 尽量去找赚大钱 股价相对在底部的 在低档的 今天太没得跌了 因为市场资金 都一直围绕在 航运 钢铁 电子 生技股流不进来 那生技股流不进来 好消息被压抑住 这要有来 下来 年限的部分 年限的部分 有来我会再进场 年限的部分 有来我会再进场 今年每股获利 20块钱跑不掉了 光是第二季的业绩 就有大爆发的机会 第二季的EPS 应该有17块钱 应该有 第二季营收应该有17亿 那17亿每股获利 应该会有12块钱以上 那12块钱比 去年的10块钱 还要增加20% 那去年17 那今年应该会有20块钱 北米大概10倍而已 不多 所以这种股票压回来 我会低阶 所以现阶段行情开始进入 半年报的业绩 所以在半年报业绩的部分 操作上你要小心谨慎 尽量去找 赚大钱 股价在底部的 或许现在不会涨 可是你在布局 下一波的行情 那短线有些高档股票在喷出 会很吸引人 你如果克制得住的话 那就不要去看那些 那你如果觉得 有钱赚为什么不赚 那尽量短线就好 尽量短线两三天 赚了就跑就好 好我们浮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尽量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就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生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